近日根据外媒报道 中国女排阵容再度迎来更换 有三大王牌驰援第二战赛事 并且还有一个17岁的王牌小将 或将接班朱婷在第二战赛事中参赛 而蔡斌和李莹莹或许也会笑开花 那么这个17岁的王牌究竟是谁呢 在昨日巴西外媒报道了一则新消息 女排在第二战比赛之前更换了阵容 在第一周的新人选手金叶 王毅竹和杨涵玉比赛差强人意 因此蔡斌在考察之后决定放弃这三人 让这三个选手回国参加其他系列的女排赛事 同时让众会 王毅凡和高毅这三人进入了第二战的报名名单 而且蔡斌在这次选择了一个17岁的王牌小将 这个小将就叫王毅凡 同时在之前也被当作是朱婷的接班人 这次比赛也或将接班朱婷和李莹莹元新月等人合作 形成新的阵容 目前王毅凡的名字已经进入了报名名单之中 官宣时间目前就在这几天 其实按照是联赛的规矩 在打完每一周的比赛之后 主教练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报名名单 而且这也符合国际排联的要求 因此这次外媒的报道也并非空穴来风 就看蔡斌怎样利用报名单中的新人选手们 这个阵容更换的消息也引起了球迷们的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蔡斌在这个接骨眼上更换选手不与草率 之前三位队员才适应了比赛节奏 主攻人员也才适应了阵容的变化 蔡斌在这时候再次换人 对李莹莹等人来说其实是必大于力的 但也有球员认为及时更换新人更有利于比赛节奏 因为今夜等新人在第一周的赛事中表现不太好 及时止损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在这时候换人无疑是很正确的决定 再来说说17岁的小将王亦凡 王亦凡在此前的排超联赛中有着很不错的表现 他在比赛中的比分曾经追平了老将会若其16岁时的分数记录 发球 一转 进攻 防守和篮王等实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综合实力很强 适合接班朱婷 如今她的名字上了女排世界联赛的报名名单中 也说明了蔡斌想要培养她的决心是很重的 而如果王亦凡在几天之后确定会参加女排世界联赛的第二战比赛的话 那么这对于蔡斌和李莹莹来说都是极大的好处 她的综合实力很强 能和现在的李莹莹和袁星月形成默契有效的配合 同时还能配合凋零与等人在二船上将船球进行的顺滑流场 让得分的可能性持续加满 同时也增加了报扣得分率 虽然王亦凡的身高在女排中算不起眼的 但行动敏捷迅速也有很大好处 不过从第一周的比赛中也可以看出来 现在女排阵容虽然换新 但比赛的节奏不会因为新人的调化而变慢 只会越来越快 因此加入王亦凡成功进入到第二周的女排比赛当中 那就要在比赛中找到快速找到节奏从而做出反应 不过这对于王亦凡来说也是一场很大的考验 蔡斌目前这样做很明显是合理的 同时必须这样做 毕竟女排目前没有张长宁和朱婷这两个老将正常 蔡斌需要崛起老套路重新创建新女排 就必须要在人选上精心布置 这样才能将女排的最大潜力计划 也能让新人们得到锻炼机会 第二周的比赛还没开始 目前女排也已经前往了菲律宾为比赛做准备 就看这一次女排能不能全胜归来了 那么大家觉得这位17岁的小将能和 现在的女排阵容配合默契带来好效果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中热烈讨论 我是体育圈瓜总 关注我就能获得更多体育新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